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份指数经过季节调整之后 录得48 低于8月份的51.2 是半年以来首次跌穿了50的融枯线 报告指出 企业转势减产是9月份的PMI转向跌势的原因之一 随着新冠病例与9月初增加 香港私营企业的订单需求与业务营运备受影响 客户需求转弱 导致9月份的营商环境的景气度再次的只升回跌 报告还称 企业也陆续的汇报员工递信离职 而且跌幅是2020年12月以来最急 为了巩固班底 公司调整雇员薪酬 在此情况之下 加上采购价格飙升 企业的投入成本创两年以来最大升幅 数据显示 由于持续忧虑疫情进展 企业在9月连续两月看淡业务前景 不过悲观情绪已经比较上个月轻微 疫情已经在9月底趋缓 而且入境旅客的检疫规定又进一步放宽 因此香港私营经济有望在未来数月反弹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俄乌战事持续 乌军表示在东部和南部夺回了多个定居点 俄方就指 乌军对俄军在赫尔松地区防线 发动的攻势受到挫败 当地局势仍然是全面受控 据扎波罗热州长指出 俄军向扎波罗热室内多栋建筑 发射了7枚导弹 至少5人被困瓦砾中 不过乌军在多处战线平川捷报 已经夺回包括赫雷基夫卡在内 共6个定居点 并正展开全面反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晚间视频信息中再宣布 又夺控赫尔松东北部 另外3个定居点 在过去短短一星期 乌军在东部和南部已经夺回数十个城镇 赫雷斯基将矛头直至俄罗斯的领导层 称俄方已经输掉了战争 他又说更多俄罗斯民众明白道 他们仍会送死 只是因为仍有一个人不想停止战争 而在乌东顿涅茨克州 乌军反攻夺回的战略重镇利曼 大约100名居民可以离开地下室 排队领取人道物资 乌军指出 他们炸毁俄方的军车和战机 俄军只能弃守这个军事重镇 落荒而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俄罗斯部分动员令 持续出现混乱 引起民众恐慌及焦虑 加上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失利 美国有智库5号就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会把责任 归咎于国防部长邵一谷 同时加强对其他军事派别的支持 车程领导人卡德罗夫 当天就表示 普京亲自授予他上将军衔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5号 发表研究报告表示 俄罗斯国内出现越来越多 针对政府的反对声音 当中包括宣布部分动员令后 征召过程出现混乱 最终普京要签署法令 纠正动员令内容 不过已经有大约37万名 俄罗斯人逃到邻近国家 反对声音还包括俄军 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接连势力 使得乌军收复乌冬重镇利曼 在南部赫尔松地区 也传出捷报等 多项对俄军不利的战报 都使得俄罗斯各界 出现更多批评普京的言论 战争研究所报告表示 普京很有可能会将责任 归咎于国防部长邵伊古 使对方变成自己的戴罪羔羊 在部分动员令的问题上 普京就已表明是国防部 未有及时修改 不用服役的名单 所以必须纠正内容 有舆论更称 正是俄罗斯国防部 使得国家处于军事政治灾难的边缘 名言邵伊古或将很快被撤职 并会被标签为俄罗斯军事失败的罪魁祸首 报告同时指出 普京除了把问题归咎少伊古之外 也正同时加强对其他军事派别的支持 当中就包括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 卡德罗夫5号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普京亲自授予他上将军衔 形容这是莫大的荣耀 卡德罗夫日前曾透露 将把自己的三名儿子送上乌克兰战场前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珀就表示 俄罗斯有可能在乌克兰动用核武 但可能性很低 如果要使用的话 他估计俄罗斯可能动用1000吨到1万吨级的核武器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 5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指出 随着乌克兰在东部和南部继续反攻 夺回的地盘越来越多 这将令俄罗斯总统普京越来越绝望 自俄乌冲突2月爆发以来 俄罗斯在多个方面的战略已失败告终 这进一步限制了普京的选择 艾斯珀认为普京有可能在乌克兰动用核武 但可能性很低 他估计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可能会在1000吨到1万吨之间 目前外界最大的担心是俄罗斯会动用战术核武器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估计 俄罗斯拥有1912件战术核武器 他们不用预先部署 可以直接从地面发射器 舰船和轰炸机上进行发射 艾斯珀指出 如果发现任何俄罗斯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迹象 美国与盟友仍然可以通过与俄罗斯进行沟通 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威胁 同时通过设置防空系统 击落任何可能携带核武器的导弹装置 凤凤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就在这两天 乌军在南部赫尔松地区 发起的反攻是比较猛烈的 那么早上看到瓦格纳的老板 普利格任 他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这样写 他说现在赫尔松的地区的形势很像当初的伊九姆和库皮扬斯克 那么为什么现在本来俄军在半年多前 应该说大兵压境 占绝对优势打到这个样子呢 那么现在在军事方面来讨论研究 应该有这样的概念叫战场管理 战场管理我想就是一种像企业管理一样 它是一种现代科学的概念 战场管理应该首先是管理者的思维 还有管理的手段 当然也有管理的工具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乌军 当然他们主要是北约的那些战场管理方式 用的都是这种大的电脑地图 大屏幕 上面就可以准确地看着对方 有什么点 有什么集结地 有什么后勤供应 这我们经常想起来 过去在这二战时期的那个解放的大纪录片 那这个苏联的元帅都是一铺开大地图在这个大桌子上 这显然是已经是过时了 这是战场管理上的一种这个待机差距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二手战争 当然了这个乌军呢 他们在这个北约 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军事科技的支持时下 他们以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 特别是管理工具占了优势 包括美国人不但给他们提供武器 还给他们提供这个情报 还有呢 你像这个精准的一些目标的定位 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些工具 所以前几天看到这个俄罗斯的 就是第一频道 就相当于我们的央视一套 主持人呢 直接就和前线的这个指挥官连线 前线指挥官说呢 说我们确实是现在处于下风 但因为我们不适合乌军打仗 我们是和北约打仗 北约在资源方面太巨大 特别是情报方面 他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坦克的地点 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大炮的地点 那么这种战场管理 当然首先是人的管理了 所以呢 在这个人的管理方面呢 现在这个包括这个乌军的这个小部队 这个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调兵遣将呢 和现在俄军过去那种大部队的理念呢 也是相差很大 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乌冬地区啊 还有南部地区呢 实际上俄军他们也有几个军头 比如说有正规军 中央军区派的 什么战斗旅集团旧摩托化旅 还有当地民兵 就是顿列茨克的军队啊 和这个卢康斯克是当地的原来的那些军队 还有呢就是卡德罗夫车臣武装 还有就是瓦格纳 现在呢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卡德罗夫很得意 他在自己的这个Telegram上说 你看他说总统 我们最高统帅给我上将军衔 昨天呢我就想 在这个时候呢给小卡一个上将军衔 而前不久 这个小卡刚刚在网络上就攻击拉平上将 就在这个利曼撤退的那个中央司令员 那么普京在这个时候给他什么意思 莫非是把他私人武装变成国军了 有国防部管这显然不可能 因为普京对国防部是不满意的 对正规军是不满意的 也谈不上什么吃黄粮 因为本身的这个车臣的武装 就是小卡自己的私人武装 不可能变成这个正规军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给他权力升级 让他去管正规军 这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昨天我认为呢 主要就是安抚和鼓励 但刚才我看到新闻呢 我发现普京还有一招 他就是支援各种这个派别 让你们自己互相之间竞争 甚至我今天看到有分析说呢 普京是想让这个卡德罗夫和普里格任 还有强力部门 就是国防部 现在正规军情报部门 彼此之间竞争 最后呢 看谁能够在战争当中呢 能够给他多回忆成 到时候再说 这也算是战场管理 好 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欧佩克加部长集会议 5号在奥地利维也纳结束 各方达成共识 将每天减产石油200万桶 美国总统拜登 对于欧佩克加的减产决定 表示失望 并且表示将继续在必要的时候 继续从战略储备中释放石油 由于担心美欧党主要全球经济体 将因高通胀利率上升 和俄乌战争的不确定性 而陷入衰退 目前的是由交易价格 远低于夏季的峰值 欧佩克加5号决定 从11月开始 每天减产200万桶 以支撑下跌的油价 这是自2020年来 最大幅度的减产 白宫随即表示 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 称欧佩克加的决定 是站在俄罗斯一边 白宫强调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 保持美国国内油价的稳定 指出汽油价格已从夏季 每加轮超过5美元的高位 逐步降低 目前全美平均价格为 每加轮3.831美元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指出 欧佩克加的减产决定 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前夕 油价以及通胀 是本届选举中 选民最为敏感的议题 因此油价上涨 对民主党来说 是一个政治风险 近年早些时候 拜登政府宣布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 从5月开始的6个月 共释放1.8亿桶 截至上个月释放了 约1.55亿桶 于是白宫将延长释放至11月 目前计划到11月 释放1.65亿桶 截至目前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 自1984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路透社分析 欧佩克加每天减产200万桶 是基于现有的基准数据 据沙糖能源部长表示 实际减产幅度为 每日100到110万桶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寅七欧 华盛顿报道 沙特能源大臣阿齐兹 5号就欧佩克加 大幅减少原油产量的决定 与记者展开舍战 称所谓欧佩克加 以能源为武器 与俄罗斯勾结的说法 是无稽之谈 记者会现场火药味十足 阿齐兹与西方记者 围绕欧佩克加的大幅减产决定 多次交锋 人们现在看到沙特能源 和沙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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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齐兹还一度打断记者提问 并指明这名记者 此前的报道事实 不过阿齐兹也在记者会上 对欧佩克加的减产决定 作出解释 称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 是欧佩克加的当务之急 他还表示 欧佩克加必须时刻关注市场变化 并做出前瞻性行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佩克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就是原来的海湾 阿拉伯的产油国 后来2016年 他们又加了一些产油国 包括俄罗斯在内 所以他们叫欧佩克加 大概有10个加进去了 那么这一次 正好是在俄乌战争关键时刻 而西方国家通过膨胀 达到历史高位 这样的一个时刻 欧佩克加突然之间 在维也纳科学会之后 说要现产 每天减少200万桶 那么这显然 就是想阻止原油价格的下跌 要保证它上涨 这样的话 各个国家都有收益 才有国 那么在客观上 实际上是帮了俄罗斯的忙 同时也打击了西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 所以说 这个决定出来之后 可以说是震撼性的 看到英国金融时报头版 用头版头条 登这个消息 那么在这个时候 西方国家认为 这就是政治性的 一个意味在里边 当然了 阿奇斯 沙特的能源大臣解释 他说完全 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从2016年以来 凡是油价出波动的人 我们都会这样做 但是以前这样做可以 那么现在的这个时候 那是对于战争 对于美国 西方世界的经济 甚至对于民主党 中期选举的成败 那这都有关键性的 敏感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时候 拜登就表示非常不满 那么当然了 他一方面说 他要开放美国的一些石油储备 来主要是 为这个民主党 在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而这个落到一个政治上的失败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到在俄罗斯的方面 一方面呢 他们当然也不承认 说这个在维也纳这次会议 是由俄罗斯做了什么手脚 阿奇斯自己都说 他说我根本就没和俄罗斯的 这个人见过面 但是呢 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评论 也很高兴 说你看 说现在你看伯雷利 这个那副一副发愁的样子 就是这个欧盟这个外交事务的 那个代表 那么这一下子的话呢 这个西方啊 这次要受到重创了 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呢 虽然完全是一种 经济上的 战略上的决定 那么被认为是一种 这个政治战略的决定 特别是呢 这个西方说 这就是欧佩克 加显然是选边站了 就选到了俄罗斯这边 那么会不会 由此呢 这个美国和这个欧佩克呢 接下去会产生怎样的一些 之间的矛盾 甚至这个对立呢 我们看这个新闻 后面还会有后续的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辈子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韩日领导人6号下午通电话 双方就严正应对朝鲜 近期频繁试射弹道导弹 达成了共识 另据韩联社消息 朝鲜同一天下午出动 12架战机在朝韩领空交界处附近 进行编队飞行 韩方称 这是过去一年来第一次 韩军称 朝鲜战机编队由8架战斗机和4架轰炸机组成 于当天下午2点左右 在韩军特别监视区附近飞行 并可能进行了空对地打击演练 韩方则紧急升空 约30架战机予以回应 双方战机在空中对峙约一小时 韩方表示朝鲜此次演练 意在对韩美以及韩美日进来一系列联合演习 表达抗议 韩国总统允熙悦 6号在首尔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举行会谈 韩总统府发言人称 允熙悦在会谈中表示 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到来 以及韩美海军联合演习的成功举行 证明美方延伸威慑战略成效显著 他希望双方紧密合作 加强这一战略的执行 阿奎利诺表示 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5号重返到韩国海域 显示出美方坚定致力于保卫韩国 他还承诺 一旦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 他本人无论身在何处 都将立即成军舰返回 允熙悦当天下午 还与日本首相安田文雄通电话 上定两国今后保持合作 予以严正应对 但双方未在电话中讨论 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 凤华卫时综合报道 韩国军方6号表示 朝鲜当天上午向东海方向 发射两枚不同类型的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总统府警告说 朝鲜的挑衅将只会引起 更加强硬的应对措施 而朝鲜外部省同一天发布公告 谴责韩美演习及里根号航母返回 威胁半岛及周边区域稳定 韩国联络参谋本部6日表示 朝鲜上午从平壤向东海方向 发射两枚单刀导弹 首枚导弹射程为350多公里 射高为80多公里 飞行速度约为5马赫 属于超大型火箭炮KN-25 第二枚导弹推测为朝鲜版 伊斯坦德尔KN-23 射程为800多公里 射高为60多公里 速度约6马赫 这是朝鲜在12天内 第六次发射导弹 在韩国受到很大关注 韩国总统府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讨论应对方案 委会者强烈谴责 朝鲜在联合国案例会会议举行的时候 发射导弹 形容这是对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挑战 朝方挑衅将面临 美国里更后航空母舰战斗群 再次在半岛展开等 更加强硬的应对 同时韩方将加强 韩美联合防卫态势 以及韩美日安全合作 韩美日三国六日在半岛东海上 还进行联合巨年 美国航母里更后等参加 韩国方面认为 以前朝鲜失射导弹 主要目的在于 公开展示出武器研发过程 但最近焦点在于 以实战部署武器为主 要展示出应对层面上的运营能力 同时朝方针对韩美 加强延伸威射能力 以及联合巨年等 是要寻找提升核武器能力的理由 凤航卫视金之前 韩国首尔报道 两天之前 朝鲜发射的是中程弹道导弹 飞越了日本上空 那么它的射程是4600公里 这就表示它这种中程导弹 一下就可以打到美国的关岛基地 关岛是距离朝鲜半岛3800多公里 那么为此 美国的里根航空母舰 马上就掉转头 回到韩国的水域 就是对朝鲜发出一种警告和威慑 同时美日韩三国的演习 又在周边水域进行 而且也针对性地 做一些导弹和反导弹 这样的一种发射演习 那么对此朝鲜方面不吃这套 今天又发射两枚短程的 弹道导弹 没有越过日本头顶 就在东海 就是靠近俄罗斯的海三美那边 那个方向 那么这样的一来 这个局势就又紧张了 到底朝鲜为什么 接二连三的发射导弹呢 那么昨天我们说过 有评论说 它是和现在的世界局势 是趁着这个时候 来提升自己的威慑力 那么背后是不是有 这个和欧洲的俄罗斯配合的意思呢 也不能说没有 在政治上呢 他们表态就 这个 很快 还有呢 是不是正为下次的 再继续的射射导弹 再说准备 这次如果韩国 日本 美国 再针对朝鲜呢 进行威慑的话呢 那么再设计 说不就是洲际导弹 还有呢 是不是这两天呢 这个联合管理会 为此要召开紧急会议 前两天说 要针对这次 这个朝鲜的发射导弹呢 说召开紧急会议 那么外电呢 就宣称说是 这个俄罗斯和中国 说这个阻挠 就是这个 没有开城 那么今天是不是再开呢 很难说 但其实确实是 这个开不开 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你安理会 再也拿不出什么呢 这个对朝鲜的 制裁的一种方式 该做的都做了 所以呢 我觉得俄国人 和中国的一起呢 对这个会议啊 没有什么成效的会议 觉得没必要开呢 也是自己道理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 在这个朝鲜问题上 再能够使他 这个萧尔 他的紧张的局势 好 最后 请您流浪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利事件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